嗨,大家好,我是卡拉爵 最近有网友问我 我们平常在外面的快餐店或者卖当当吃的那些鸡 是不是素成鸡,是不是激素鸡 我们平常在外面卖当当吃的鸡呢 确实叫做素成鸡 它的饲养周期呢,一般在40天左右 它长得这么快呢,并不是因为它打了激素 所以呢,它并不是激素鸡 所以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网上呢,有一些谣言 说这个鸡之所以长得这么快是因为打了激素 其实呢,这个是对养殖业的一个深深的误会啊 养殖业里面其实一般都没有使用什么激素的 而且在世界范围之内 也没有说有一种什么激素能使这个鸡快速的成长 快速的长大 那为什么那些鸡40天就能出来呢 主要来说呢,就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品种的问题 养殖户呢,为了这个鸡能长得快 而个头更大 它们一般呢,都会选择 呃,长得快的 体型比较大的公鸡和母鸡进行交配育种 那么生下来的小鸡呢 它自然就会长得更快 体型呢,也会更大只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营养的原因 这种小鸡呢,一般它吃的饰料呢 都是很好的饰料 那里饰料呢,营养都是很全面的 所以呢,这个小鸡呢 成长的速度要比其他鸡更快一些 这就跟我们的人类一样 如果我们的父母呢,都是长得高大威猛的 那么我们的小孩呢 一般情况之下也是长得比较高大威猛的 对不对 呃,如果我们的小孩呢 吃的营养很好 营养很均衡 那么呢,它自然 它的体型呢 就长得更加的健壮 还有呢,它成长的速度呢 也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呢,这个鸡的成长的快慢 和什么激素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养了这么多年鸡 20多年鸡 都也没有听说什么人使用什么激素 因为这些都不是很 就说,这些都是没什么必要的 这个鸡它要长得大个 它必须要吃得好 健康一点 那么它就长得大个 对不对 一般呢,这种速成鸡的话呢 它的饲养周期大概在40天左右 一般呢,都是在笼子里面饲养的 呃,一般呢,都是白鱼鸡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种鸡在笼子里面饲养的 都是白鱼鸡来的 呃,40天 40多天 左右出来的鸡呢 都是合法合规的 所以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种鸡呢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 所以呢,它的售价比较低 呃,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它的油脂呢 会比较差一些 呃,像一般呢 像我们这种小城镇的人呢 一般都不喜欢吃这种鸡的 就是喜欢吃走地的鸡 都是要起码养45个月以上的鸡 一般呢,我们在外面麦当当吃的鸡肉呢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它们的鸡肉的供应商呢 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养殖场 像这种大型的养殖场呢 政府一般都是比较重视的 都会定期的进行一些血液的抽检 检测呢,这血液里面是否含有不合法的药物成分 或者呢,药物成分是否超标 检测不合格的鸡呢 是不能上市售卖的 所以呢,外面麦当当呢 以及鸡肉呢 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地吃的 平时呢,我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 偶尔也会吃一下 呃,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 好啦,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我是卡拉君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见 拜拜